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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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的時候呢 假睫毛其實是其中關鍵之一 今天就特別邀請到了彩妝達人 Vino跟大家分享更多 有關貼假睫毛的小貼士 Vino 你好 Candice 你好 是 當然也不要忽略 我們今天的主角 Perry 哈囉 你這2014年春夏流行怎麼樣 現在比較流行的睫毛 是比較自然 總算比較自然 不誇張 不會就是戴起來 就好像你要去派對感覺那種 大家比方說Carrie 她本身的睫毛就是滿長的 對 那怎麼樣挑選適合她的呢 又看起來自然又不會過誇張 我覺得就是以自己本身的 你的睫毛的長度 來做一個guide line這樣 所以就選擇一個 稍微比自己的睫毛 稍微長一點點 所以淡上去的話 就看起來比較自然 我喜歡的工具就是這個 Half Lash Color 我好巧喔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亞洲的 他們的眼睫毛通常就是比較短 又不然就是比較直 這個就可以就是進去 就是把每一根就是睫毛 可以真的是就是刻進去 會不會空 對嗎 所以你會感覺到 其實你沒有夾到你的眼皮 所以看得到嗎 它的效果就很自然 是 是 在戴假睫毛之前 我會先用這個眼睫毛 白天的話 我通常會喜歡用 好像白色 因為看起來沒有這麼明顯 對 比較自然 比較自然一點 畫了眼線之後 就好像一個 你放假睫毛的一個底 因為有時候 你的膠水是白色的嘛 是 要不然你一塗上去 就覺得好像有一層 一層白白的那種 對… liquid paper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 假睫毛會稍微比較長一點 對 如果你的眼型 是稍微比較小 還是比較短的話 我就可以 剪掉那些多餘的 我通常會修後面 放一點膠水 沾一點點就夠了 可以稍等一下 五秒啊 還是 六 七秒這樣 戴上去會比較 有那個黏度 對… 而且就戴之前我喜歡做這個 先幫假睫毛按摩一下 對… 然後它的根部 比較柔軟 因為我們的眼型 就是有一點點的糊度 對… 所以一戴上去的話 就比較順手 從外往內貼這樣 對… 貼的位置我覺得 是靠近你自己的 睫毛的那個位置 就可以了 當你張開你的眼睛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啊 對… 有些時候 可能貼假睫毛的時候 會黏太靠近這個眼脫的部分 就刺刺的 而且會一直流眼淚 我覺得貼的假睫毛呢 真的整個感覺 就比較有女人味 現在會就是再加那個眼線 看起來更自然 就加深這個部位 我就會建議就是用 睫毛的時候 就不用刷整個假睫毛 只要就用… 局部 局部 就是在根部 輕輕地按… 用按壓 用按壓的方式喔 對… 所以它又有好像加深 當你加深的時候 眼睛又看起來比較大 比較有神 E.Carry 我知道 你不常戴這個假睫毛嗎 對… 不過你偶爾戴上這個假睫毛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把它拿下來的 就直接撕掉啊 撕掉… 不是嗎 這個做法對嗎 不對嗎 其實撕掉是可以 可是有一點步驟 就是… 要幫自己撕掉你的假睫毛的時候 就稍微用你的手按住你的眼皮 然後就沿著你的假睫毛 慢慢地撕開 對… 所以這樣的話 就會傷到你的眼皮 另外一個方式 就可以用你的 遮掩器 我可以就沿著這個 假睫毛的根部 重點是要輕輕… 對… 對… 因為化妝嘛 我覺得每次都要 散戴你的皮膚 同樣也是拉緊眼尾的部分 對… 然後慢慢地由外往內撕 可以一直重用了對不對 對…都可以再重用 這樣大概可以重用幾次了 我覺得你可以… 就是重用到至少五次 那我們要怎麼去辨認那個睫毛 它可不可以再重新使用 還是它已經不能再用了 很好的問題 就好像例如這個 我已經用了很多次的一個假睫毛 它已經有點變質了 所以這個已經… 我就要就是把它換掉 因為還有就是很多款的 自然的假睫毛可以嘗試 對… 所以…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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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